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爸爸承包箱里炸油厂 拉着二叔和三叔一起入股 爷爷拿着拐杖追了爸爸一里路 二叔和三叔都是爷爷给买了正式工作 犯不着跟爸爸一起冒险 结果,他们以为不靠谱的爸爸赚了大钱 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而二叔、三叔的铁饭碗赶上下岗巢梅了 他们来找爸爸,想进厂里做事 说得很好听,不管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二叔和三叔带了头 渡家村的本家亲戚们也一个个找上门 借钱的,求工作的 炸油厂不是爸爸一个人的 他知道不能开这个头,拒绝了 他们却请来了爷爷 那天,市里来了记者采访爸爸 因为他是十里八乡第一个万元户 本事件大喜事 爷爷闯进采访现场 记者同志 我要举报杜大成 他不笑 自己发达了 用上大哥大 就不管爸妈 不管兄弟 爸爸是孝子 被爷爷当着记者的面拆台 也没有生气 还试图解释 爸 大哥大难也是业务需要 我的钱全部用来投资 还从朋友那里借了不少 现在还没还清 哪里有钱借给亲戚家 爷爷吹着胡子 拄着拐杖 敲打着地面 没钱 就给安排工作 度假村二十三户 你两个地 一家出一个人 你给安排职位就行 要是做不到 我也没脸回去见本家的人 今天就撞死在这里 爷爷说得很轻巧 上下嘴皮子一碰 十分有老太爷气势 他不知道 他的举动 让我家 差点家破人亡 让自己也死不闭眼 被爷爷逼到这份上 爸爸不得不安排他们进场 合伙人说 爸爸胡来 要撤资 爸爸不得不找这些亲戚借钱 他们一个个只想占便宜 怎么可能拿钱出来 爸爸一分钱没借到 炸油厂差点关门 亲戚们进场前说得可怜 只要爸爸给他们一份工作就行 等到进了场 一个个把自己当成皇亲国妻 二叔带头 拿厂里收购来的菜子出去卖 三叔有样学样 直接偷厂里的成品油出去卖 其他亲戚 有学他们偷东西出去卖的 有的收购菜子的时候 故意压低价格或者少秤 有吃回扣的 有要了工作 只拿工资不露面的 他们就像一群吸血鬼 都扒在爸爸身上吸血 炸油厂的名声也被他们弄臭了 老员工们都看不下去 纷纷找爸爸 爸爸也知道 这样下去迟早要晚 他把亲戚们集中起来 跟他们说好好干活 不好好干活的 别怪他不念旧情 没想到爸爸的话 捅到了马蜂窝 二叔他有次拖了一拖拉机菜子出去卖 被爸爸看到 爸爸直接撸了他的职位 二叔是个暴脾气 放火烧肠子 那场大火持续了二十四小时 厂里还囤着好多菜油 火势根本控制不住 爸爸再次上了报纸 报纸上 他跪在厂房前垂地 他没留一滴泪 只是一声声背嚎着 闻着落泪 身为爸爸最亲的人 爷爷奶奶却不以为意 反而想方设法 为二叔开脱 二叔又是个耸的 干了坏事只会躲起来 事后 上面要求严查 毕竟炸油厂是县里龙头企业 县长还曾上门 亲自送过勤劳致富光荣匾 二叔慌了 奶奶来求爸爸 让爸爸去说是 自己不小心掉的烟头 爸爸不答应 奶奶就跑到学校门口 给接我放学的爸爸跪地磕头 爷爷说爸爸冷血无情 要把他逐出家族 爸爸当时就红了眼 爸 妈 你们让我原谅二弟 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他 他放火的时候 可有半分想过我这个做哥哥的 爸爸拉着我们给爷爷奶奶 磕了三个头 当着大火的面 与爷爷奶奶断绝关系 很快我就读不了书 爸爸借的钱投榨油厂 都知道他现在没钱 一个个催着他还钱 他们赌不到爸爸 就来赌我 我们在一个雨夜 偷偷离开了家 再也没回去 爸爸带我们去了林省 那段时间 我们的日子很苦 爸妈都没有稳定的收入 爸爸去扛粮包 仿佛千斤重的麻袋 压弯了爸爸的腰 为了多赚钱 别人休息的时候 他也不肯休息 我们住的是临时搭的木房子 夏天蚊虫肆虐 我们顶着满头包 睡梦中也在拍蚊子 每当晚上要加班 爸爸就会带回公头发的西瓜 一家人为食 是我们生活中唯一的田 妈妈也没闲着 她去粮占给粮食装带 活比较辛苦 但能补贴家用 她工作的地方满是灰尘 每次回来时 脸都是脏兮兮的 树出来的水都是黑的 虽然日子苦 但没有那些贪婪的亲戚 扒在身上吸血 没有要债的债主堵在门口 我们过得前所未有的安稳 我以为 我们会一直住下去 爸妈当时 已经帮我们联系好了学校 说要送我们去读书 结果 一场意外 让我们这个脆弱的家庭 雪上加霜 那是一个大热天 至了疯狂地叫着 爸爸扛凉带食中了鼠 一头栽进水里 幸好他的工友们都会游泳 很快把他捞起来 但他掉下去时 撞到了硬物 爸爸的腿断了 赤脚医生说 就算好了 也不能再做重体力活 我们拿不出医药费 传的钱 爸爸已经第一时间寄回了老家 还给最需要用钱的债主 爸爸很自责 要跟妈妈离婚 他说不能再拖累妈妈 妈妈向来软弱 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爷爷奶奶再过分 妈妈也没说过重话 他终于硬气了一回 他说 杜大成 你把我当什么人 能共富贵 不能共患难吗 我是不会离婚的 除非你能拿出十万给我 爸爸是拿不出钱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 外公找到了我们 外公接我们回家 到家后 小舅舅就跟外公吵了一架 我听到外公对小舅舅吼 上次你哥结婚 还找你姐夫家借了钱 现在他有难 我们不能不帮 小舅舅 不是早还了 外公 那也没给利息 小舅不说话 良久他叹了一口气 爸 这不是多一张嘴 是五张嘴 我们一家门口 就站在门外 进退不得 妈妈默默捶泪 爸爸拳头紧了又紧 我吃得多 又干不了活 留着还要给我花钱看病 我走吧 小舅一脸嫌弃 做给谁看呢 别装了 你腿断了 能去哪 爸爸的嘴发着抖 却是没说出话来 小舅叫来他那班朋友 加盖了一间房 给我们一家五口住 外公后面告诉我们 那些砖瓦其实是小舅舅买来 准备成婚用的 现在给我们用了 外公说 别恨小舅舅 我们在外公家住下来 我说不读书了 爸爸抽着汗烟 看着河对边 爷爷奶奶就住河对面 其实就隔了五百米 但是中间没有桥 两边的人很少去河对面 妈妈抹着眼泪 这次他们没有再反对 就算我想读书 他们也拿不出钱 外公得之后 拿了钱给我爸妈 欣欣必须读书 欣欣妈以前 就是读太少了书 外公走后 爸爸和妈妈一商量 觉得不能要外公这笔钱 让我拿了钱去还给外公 我追到屋外 就见到小舅舅 对着外公翻白眼 欣欣要读书 你供得起 那欣欣弟 妹 你管不管 小舅舅说完这话 就看到外公身后的我 我躲避不及 尴尬地叫了一声 小舅舅 他哼了一声回了房 砰得把门重重地关上 我最终还是去读书了 外公说 怎么也得有个初中文凭 到时出去打工 也有人要 我所在的初中 每天只有六节课 放学很早 放学回家路上 我会捡些柴带回家 到家就去割猪草 煮猪食 一年多后的那个夏天 有两件大事发生 初中老师来送席报 我考上高中 同天 小舅定亲的媳妇来退亲 邻居都说是我妈妈害的 妈妈痛哭 爸爸捶打他那条 失去知觉的腿 我找到小舅舅的时候 他一个人 躲在造房后门 些愤思地摇着水井 水都要溢出池子 他也不管 我哽咽着 小舅舅 要是没人要你 以后我给你养老 小舅给了我一个暴力 别哄我 再哄我也不可能 供你读高中的 我并没有想哄小舅舅 送我读高中 身边很多同龄人 家境比我家好 也不一定能读完初中 让我读完初中 外公和小舅舅 都是顶着各方的压力 我已经想好 要跟着姨妈家的大表姐 去打工 供弟妹读书 姨妈家两个女儿 大表姐高中毕业 做了文员 拿一千元的高工资 每周还放两天价 大表姐说了 她先带二表姐进厂 到时再遇上厂礼招工 就让我去 没想到 二表姐去了一个月 哭哭啼啼跑回来 二表姐说 她干的活又脏又累 吃又吃不好 睡也没好地方睡 关键是工资还低 只有三百多 亲戚们大惊 问二表姐 难道是你姐姐骗你的 二表姐 那倒不是 大姐是高中毕业生 而且 她进场早 现在已经是管理人员 我如果过了三个月 试用期也有五百 只是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二表姐哭着要回去读书 她初二都没读完 在辍学之前 本就没好好读书 现在要回去读书 谈何容易 因为这事 小舅舅突然想通 小舅舅让我读高中 反正我现在不结婚 钱留着也是留着 可是小舅舅并不是以后都不结婚 村里的媒婆这几天正张罗着 为小舅舅介绍对象 我不想动这笔钱 爸爸妈妈也赞成我的想法 对于我们一家 小舅舅已经人质易尽 一年多来 妈妈偶尔打打零工 赚的钱还不够爸爸的要钱 可以说 我们一家五口都靠外公和小舅舅养着 我们不能再拖累小舅舅 要是小舅舅的老婆本宫我读书 更没人嫁她 偶然的机会 我得知本县一个中专 为了打响知名度 设了两个高中班 成绩好可以免学费 第一名不仅学费和生活费全免 还另外有奖学金 如果一直能保持成绩 就一直可以免 我去打听了一下 按照我的成绩 可以免学费 不能免生活费 我跟爸妈在房间说这事 小舅舅闯了进来 欣欣 你去读吧 生活费小舅舅给你 免得别人说我这个做小舅舅的 那个夏天 我拎着妈妈出嫁时的老实皮箱子 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去了县城读高中 读书机会来之不易 我很珍惜 然而一个月后 我就大失所望 月嫁的时候 我回家发现 爸爸在跟着村上的 灭将在学用竹子做粮席 看到我回来 爸爸笑着让我看 他说 等他学会了 就可以自己做粮席卖 到时就可以不用小舅舅帮我出生活费 我缺乱的一声哭出来 爸爸 我还是不读书 不浪费钱了 我发现 班上的同学 除了那几个和我一样 全免或半免的 都是考不上高中的 他们的成绩不好 总觉得读大学 没希望 即使进了高中班 不过是混日子 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三个同学赚取中专班 老师原本还积极 后来发现 一个班有大部分人不学习 不仅布置的作业没法 按时完成 就连课堂上也是睡倒一片 老师们也渐渐放羊 我也跟着大受影响 成绩从入学的全班第三 变成了第十名 看到我哭 爸爸也红了眼睛 欣欣 是爸爸没用 如果爸爸有钱 就能送你去 普通高中学校 我知道 不能怪爸爸 如果真要怪谁 只能怪爷爷奶奶 他们偏心又太好面子 弄得我们好好一个家 差点散了 我不想让爸爸伤心 反而安慰他 爸爸 其实学校请的老师 都是高价从一中挖来的名师 您放心 我以后一定努力 从第三名降到第十名 我一个月轻轻松松达成 而从第十名 要进步到第三名 却是难上加班 我发很努力 同学上班不听课 问题没人答 我就一次次举手 课后作业没人做 我就做完后 再找老师要求 再布置作业 我把学校的老师 变成了我的私人家教 还是免费的那种 同学们说 我是作秀 也有人说我傻 不过是个中专学校 再努力 也不可能考上好大学 我却淡然一笑 就算考不上好大学 至少我努力过 不留遗憾 我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期中考试的时候 我重回第三名 班主任老师叫我加油 他说 如果期末能考第二 下学期不仅能免学费 每个月学校 还提供八十元的饭菜票 为了饭菜票 我更加努力 结果太努力了 加上营养不良 我晕倒在教室 好巧不巧 来县礼物工的小舅舅 正好来看我 听说我在医院 他急坏了 得知我是营养不良 加劳累过度 小舅舅气笑了 你这死丫头 是巴布的别人说 我这个小舅刻薄吧 小舅舅把身上的大部分钱 都掏给了我 临走前还给我买了一包奶粉 我不要 小舅舅 你要做工 得吃好饭 小舅舅挥挥手 没事 没钱了 我可以找工投资 功夫不负有心人 正如班主任期待的那样 期末我拿到了全班第二 下学期免学费 每个月还能有八十元的饭菜票 寒假我没急着回家 而是找了个寒假工 一直到大年二十九 我才冒着大雪回家 外公家正热闹 已经分家的大舅舅一家 也回来了 还没进门 我就听到大舅妈的声音 欣欣 怎么还没有回 是不是没考好 没脸回来 我可听说 她月考就没考好 要是期末也没考好 下学期学费也没优惠了 我说小弟 你也别傻傻地帮人养闺女 到时没人嫁你 还得我们养你 大舅妈这话 表面上是跟小舅舅说的 却盯着外公 显然 对外公把我们一家留下 大舅妈不满意 只是碍于对方是长辈 我爸妈也在 她也没避着我爸妈 听到大舅妈的纸丧骂怀 爸爸先坐不住了 欣欣明年的学费 我来出 大舅妈一脸嫌弃 你教 你有钱吗 一个月赚两三百 一家人不要吃喝 她弟弟妹妹不用读书 别天天想着 吃我公共家的 外公气得好一阵咳嗽 指着大舅舅 老大 你也是这想法 我现在还能动 可没用过你们一分钱 大舅舅躲避着外公的眼神 我媳妇说的 也不是没道理 外公更气了 小舅舅赶紧给外公拍后背 妈妈给外公倒了碗水过来 让外公喝下 大儿媳妇 我看外公要说话 怕她大过年跟大舅妈吵架 赶紧推门进去 有劳大舅妈操心 这次我不仅没考察 还考得前所未有的好 下学期 我不仅不用交学费 每个月还有八十元饭菜票 至于我这么晚才回家 我是去打寒假工了 我拿出刚领到了的三百元工资和五十元奖金 下学期的学费 用不着大舅妈担心 我自己已经赚到了 大舅妈翻了个白眼 说得好像一直能拿钱两名一样 说不定下次就一分钱 也免不了 大舅妈终于惹怒了外公 外公说今年不一起过年了 让他们自己回去吃 大舅妈还不依不饶 公公也太偏心 大舅就赶紧把他拉走 没想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三叔找到外公家 说爷爷病了 让爸爸带着一家子回去 爸爸态度很坚决 不去 断钦不是假的 三叔仕途再劝 爸 他这一年多已经在后悔 说对不起你 爸爸笑得有些讽刺 杀了人再道歉 又有什么用 爸爸明明笑着 我却很难过 爷爷确实做得不对 如果没有外公 没有小舅舅 爸爸不一定能活下来 我们这个家也早散了 爸爸好不容易 从往事中走出来 三叔又上门 一股冲动 让我拿起门后面的扫把 三叔 我家不欢迎你 你走吧 三叔还要说什么 我拿着扫把追着 三叔拿我没办法 嘲讽我 欣欣 我看你的书读进猪肚子了 我呵呵 爸爸摔断腿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在哪里快活 不好意思 我可不认识什么二叔 三叔的 我只认爸妈 认外公和小舅 我做不到以德抱怨 我不能对不起自己 三叔发抖地手指着我 不笑 你就是个不笑女 我给她的回答是 拿扫把打了她伸出的手 三叔看我真的发疯 不敢再停留 跑了 我说不用再给生活费 外公还是偷偷给我两百元 在这之前 爸爸已经给了我两百 我给外公塞到他的枕头下面 小舅舅说 送我去坐车 塞给我两包奶粉 小扣门 别太扣了 没钱给小舅舅打电话 一个个都用自己的方式 关心我 我鼻子发酸 高一下学期期末的时候 我总算考了全班第一 第一名可以全免学费 学校每个月还给发八十元饭票 和八十元现金 我找了个暑假工 两个月能有八百元 我已经可以完全 不要家里的钱 我回家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 妈妈却没有高兴 我才发现妈妈眼睛都哭肿了 爸爸呢 爸爸在哪 爸爸很少出门 我每次回来 都看到他在支粮席 我在三追问之下 妈妈才告诉我 爸爸在医院 是三叔他受了气 就把爸爸的行踪 透露给爸爸的债主 爸爸挨了债主的打 被送去医院 要债的还堵在医院 不还钱 就不让爸爸支 外公和小舅舅要养一大家子 哪里还有余钱 外公已经想办法去筹钱 妈妈已经六神无主 抱着我痛哭 欣欣 怎么办 怎么办 再不医治 你爸爸就会死的 我顾不得安慰妈妈 匆匆去了医院 果然 债主们围着爸爸 医护没法靠近 我给他们说好话 他们一个比一个横 我怒了 你们打了我爸 我要报警 我看你们也都是有子女的人 你们进去了 可不仅仅是自己受罪 还得连累子女 以后读书和工作 债主们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态度有所软化 他们中一个大胡子说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杜大成借了我的钱 连面也不露 我家也缺钱 大的要结婚 小的要读书 好不容易找到他 你一个丫头骗子 说两句话 就想我们离开 是不可能的 另几个人纷纷点头 显然 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我拿出了 才到手的八百元 我只有这么多 给你们当利息 再过一年半 我高中毕业 就打工还你们 连利息一分不少地还 各位叔叔 你们想清楚 这样耗着 我爸爸出了问题 我们可更加没钱还了 他们显然有些异动 一个黑脸汉子提出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说的话能算数吗 小舅舅此时也来了医院 我可以担保 债主们这才放心 我把他们的金额 一一记在本子上 一共九千多 这些人还只是一部分债主 除了他们 爸爸另外还欠着两万多的债 我许诺高中毕业后 三年内还清 这些人才罢休 爸爸清醒后痛哭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我的鼻头有些发酸 爸爸好不容易振作起来 再次承担起养家工弟妹 读书的责任 我很怕他再次一蹶不振 好在爸爸的伤看着下人 却都是皮外伤 高二的时候 大堂弟进了我同一个学校 他是二叔的儿子 也是爷爷奶奶最宝贝的金孙 当然他读的是中专 看到大堂弟的时候 我就觉得肯定没好事 果然 期中考试前 二叔来学校找我 说爷爷病重 爸妈都过去了 让他来接我 我给了他一个白眼 二叔 别把人当傻子 我了解爸爸 他不可能会去 就算爸爸去了 他知道我对爷爷那边的亲戚不喜欢 肯定也不可能 让二叔来接我 我拒绝跟他一起回去 二叔恨恨离开 我没想到 天我去爷爷家不成 他们还有后招 几天后 学习委员拿着一张传单 找到了我 每个班都收到这个传单 欣欣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传单上写的是 我爸和我不孝顺 爷爷病重了 也不回去看 我几乎不用猜 就知道是谁干的 与他爸一样 大堂弟喜欢道德绑架 一般的成绩好一些 他们向来瞧不起二班 我的事 直接成了二班公结一班的突破口 他们趁机落井下石 与一班对比 班上的同学都支持我 特别是女同学 他们都哭了 欣欣 我没想到 你过得那么苦 班长还想组织同学给我捐款 我拒绝了 谢谢班长 不用了 最难的时候 我们都过来了 现在我和我的家人 只想靠自己努力 我连夜写了一篇一千五百字的小作文 贴在学校公告栏 我把爷爷奶奶做的事都写上了 还贴上当初大火新闻的报道 最后一句是 我爸就是笑过了头 现在他的厂子没了 钱没了 只剩下一屁股的债 三个月前还因为三叔向债主告密 爸爸被债主打了 还不能下床 爸爸只是不想再给他们伤害我们的机会 只想保住我们的小家 这也有罪吗 小作文贴出去后 班长用他家的复印机 帮我印了不少份 全班同学出动 学大堂地的去各个班上发 虽然我拒绝了班上同学的捐款 但是他们仍然尽可能帮助我 班长会把他的随身听 新参考书借我先用 我没有拒绝班长的好意 只是买了一大盒电池 把班长要用的电池也包了 我的英语是薄弱响 因为有随身听 我的英语进步很快 英语终于不再是我的老大男 我在报纸上看到 一个山村的女生 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同声翻译 我大受鼓舞 把那张报纸好好地收起来 时不时拿出来看看 如果有机会 我也想成为他一样的同声翻译 我从家里带了咸菜 室友有些带了鱼块 有些带了肉 他们表现得对我咸菜很感兴趣 抢着要跟我换着吃 我知道他们担心我营养不良 我感恩在心 有空的时候 我就给他们分享各种学习小技巧 班上其他同学也向我求教 我就一起分享 没想到 受我的影响 二班的同学们更勤奋 老师也更喜欢在二班上课 期末第一次超过了一班 同时 我继续保持了第一名 班上同学把我捧成了神 老师表扬我 很多家长还亲自跑到学校感谢我 他们原本以为自家孩子就是混几年 拿到毕业证就万事大吉 没想到 孩子前所未有的热爱学习 让他们觉得 其实孩子还是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说实话 那几天我有点挑 班主任看出来了 给我泼冷水 班主任说 欣欣 你的成绩考本省的本科应该没问题 但我们学校的成绩 整体不行 你要想上重点大学 是不可能的 他给我弄来一张一中重点班的成绩单 是他儿子的 成绩单上的分数 比我还高了三分 却在一中排名130名 我承认 那一刻 我飘着的心 突然着陆了 我自以为了不得 其实连一众的一百名都进不了 班主任安慰我别泄气 我向班主任挤出一个笑容 胡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及时泼我冷水 谢谢你在我被打击的时候 又鼓励我 我知道他的用心良苦 暑假我没有打工 我第一次去买参考书 傲数题等 开学后 伙食方面 我从一周吃一次肉 改成了隔天吃一次肉 我不仅加强营养 也注意劳逸结合 自从看到一中的成绩单 我彻底静下心来 不管是大考小才 我一次次进步 与第二名拉开距离 班主任儿子 每次进步两三名 我每次进步十几名 某天 班主任的儿子胡雷找上门 他是来向我请教问题的 班上同学的嘴章 成了O型 一个个比我还兴奋 一中重点班的同学 跑到我们这破络学校来请教 不可思议 欣欣你太厉害了 欣欣 你是我们班 不 全校的第一 这一次 我很淡定地听着 并没有沾沾自喜 我知道 我的成绩虽然有进步 但是如果放在一中 还是不够看的 就是这个时候 学校有一个参加 奥数竞赛的名额 除了我以外 还有一班的第一名 以及我们班班长 是候选人 学校让老师们投票 因为两个班的老师 除了班主任 基本都是交两个班 一班的第一名很嚣张 说名额是他的 我是全校第一名 进的学校 当初学校领导 去我家一次 又一次 我才答应来读的 杜欣 你有这个排场吗 我说 我才是现在时 你那是过去时 说实话 自从老师把一中的成绩单 拿给我后 我保持着全校第一的名头 很久了 我们班上的同学 也笑了 你全校第一 那是多久前的老黄历了 对对对 他现在就是万年第二 我们心心 一直在进步的 我相信心心 一定能拿到名额的 大家一看 最后一个说话的 居然是班长 也是三个候选人之一 看到班长帮我说话 他更气了 二班班长 我才不会像你一样 灭自己的威风 班长淡笑 我只是有自知之明 最终结果出来 我比第二名多三票 班主任告诉我 是班长帮我拉票了 听说结果出来 一班的第一名并不相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去找了校长和教导主任 并没有改变结果 我对班长说 谢谢你 班长 欣欣 你比我聪明 我参加也拿不了名次 还是不去浪费名额 我得到机会 与其他学校的娇子们 一起参加奥数培训 老师是名师 参加培训的学生 也是优秀的 我就像一块海绵 不仅是跟老师学习 也学习着 其他同学的学习心得 虽然最后 因为我基础薄弱 奥赛没拿好名次 不过我的思路更开阔 如同醍醐灌顶班 不出意外 我的奥数失利 一般的同学就蹦跋起来 各种奚落我 我 有本事 我们七校联考见名次 一般的第一名出来应战 我一定会赢的 我没有跟他成口舌之快 并不是谁声音大谁 就能成绩好 大堂弟也来假恭喜 我也不动不煽 很快就是七校联考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 参加这种大型考试排名 学校十分重视 甚至宣布 拿到联考前一百名的 有奖学金 我 为了奖学金 我也必须要 近前一百名 一般的第一名 显然觉得自己考得不错 考完就来我们教室 杜欣 我赢定你了 我嘖嘖 喊得大声有什么用 三天后 凭成绩说话 谁赢谁可不一定 与他相比 我也觉得 我此次考得比较好 特别是作文 因为之前 与老师讨论过相关话题 我几乎是一气呵成 果然 成绩出来 我的分数 比之前多了二十分 排名嘛 自然是全校第一 一般的第一名 自我感觉良好 却比我少了足足二十一分 成绩出来后 他再也没出现在我们二班 甚至有一次看到我 就远远地绕道 我终于成功一跃 考了全市第十八名 班主任说 杜欣 你考省重点没压力了 省会的某某师范大学 某某大学 你可以选一个 爸爸第一次来了我的学校 给我五百元 欣欣 你都瘦了 你别只顾着省钱 每天买点肉或蛋吃 还有那些债 你也不用担心 爸爸现在每个月 能攒下五百元 等年底 我就先还一部分 一切再向好转 爸爸还给班主任 准备了礼品 但是班主任不肯收 爸爸走后 班主任再次向我了解 家里的情况 他说 那些债其实 你们可以不用还 因为不是爸爸借的 借条有字迹 谁借的谁还 如果去掉那些 爸爸借的只有一万多 我家压力会小很多 二叔等人说 是借的钱用在专厂 但大家都知道 钱被他私吞了 爸爸找到以前的朋友 以前受过爸爸恩惠的人 主动帮爸爸找证人 那些债主也知道 我爸的情况 一听可以换个人要钱 也答应出来作证 我们一家人沉浸在高兴中 奶奶又来了 爸爸不肯见她 是妈妈见的 听完来意 连好脾气的妈妈 也让她走 奶奶是来要求我们借钱 救二叔的 之前 爸爸身上那些债 就只有二叔借得最多 高达一万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万多 足够在农村盖洞不错的 二层小楼了 然而二叔把爸爸当成摇钱树 拿到钱就大手大脚 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债主上门要钱威逼 他拿不出钱 奶奶故技重施 又要给我妈下跪 用笑道逼爸妈给钱 我顺手就关了大门 拿了扫把就冲向奶奶 笑得疯狂 奶奶 你不给我们活路 就别怪做孙女的 反正我门关了 也没人来救你 我拼着前途不要 先打死了 你我再去自首 到时我就说 被你们逼出的精神病 说不定还能来个无罪释放 显然 三叔跟奶奶说过我发疯 奶奶也不跪了 就要去开门逃走 再我试一下 小舅舅帮我紧紧地摁着门栓 我斜斜地笑 奶奶 咱们现在能不能讲理了吗 奶奶连连点头 能讲 能讲的 那我就跟奶奶算了一笔债 当年借的那些钱 有三张是爷爷借的 原本爸爸已经准备自己还了 奶奶 虽然爷爷不在了 但是奶奶和二叔 三叔继承了爷爷的遗产 有义务还钱 三张借条一共是二千三百元 还请奶奶也转告二叔 三叔 奶奶没要到钱 反而添了新债 她恨恨地瞪我 又拿我没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 她还有后招 我高考那天 奶奶来考场 给我下跪 让我说服爸爸回心转意 那天是爸爸陪我来的 母子五年没相见 再见面却是这样的场景 估计爸爸也没想到 为了逼她就范 奶奶会选择这种方式 爸爸让我进考场 她来处理 我回头的时候 看到爸爸跪到了奶奶的对面 痛哭 妈 你是要逼死做儿子的 当年那场大火 烧毁了爸爸一辈子的积蓄 爸爸没哭 我们四海为家 吃了上顿没下顿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爸爸又摔断了腿 他不得不提出 与妈妈离婚时 爸爸没哭 生活刚刚有起色 三叔给债主们告密 爸爸被打伤 还被债主拦着不给智商时 爸爸没哭 这一次 他却哭得很伤心 本该是他最亲近的人 却一而在 再而三地被刺他 他被逼得滑发早生 好不容易生活有了笨头 奶奶又来这一招 我担心爸爸 直到看到拐角处 得了消息的小舅舅匆匆跑来 知道有小舅舅在 不会让爸爸吃亏 我才放心进了考场 高考的作业 我写得是论亲情 把自己写哭了 我作文的最后一句 果然最伤人的箭 是最亲的人射出来的 爸爸不肯说 那天后面发生了什么 反正那天以后 奶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过来 暑假 班长介绍我在他亲戚家的英语翻译 工作室打杂 我引以为傲的英语 在这里却成了哑巴英语 好在前辈们都很和蔼 我有不懂的 问他们都会耐心地给我解释 工作室的老大 是国内有名的同声翻译 在我沮丧时 他会告诉我 杜欣 你已经超越很多人 我像你一样高中毕业时 还什么都不会呢 也是在翻译工作室 我第一次使用了电脑 看到了网络上的广阔海洋 我忽然有了新的想法 爸爸做粮席的速度越来越快 不仅仅是粮席 还有其他竹制品 与之对应的 他的销售跟不上 积压了不少产品 我经过领导允许 拿工作室的摄像头拍了几张照片 利用休息时间 把爸爸的粮席等挂到网上 结果还真的有人买 买的人主要是同省的 毕竟邮费太贵 后来出现的什么四通八达 圆通 中通等快递还没赢 也不存在江浙户包邮区 我一下子帮爸爸 把库存的货给解决了 好消息接踵而来 我考上了大学 还是现状元 拿到成绩那刻 一家人抱头痛哭哭 我能好好读完高中 我还有我的家人 都付出了很多心酸 好在结局是好的 更让我惊喜的是 我拿了状元 有现金奖励 县里奖了六万 学校奖了四万 班主任知道我家的情况 在他的要求下 学校奖的四万枚声张 九步出现的奶奶 听说我得到市里奖的六万 又来了 她说 欣欣的六万 拿一万二给你二叔还债 拿八千给你三叔还债 你还能剩四万呢 她的算盘打得很好 可没有人听她的 奶奶 这六万块 两万是要给小舅舅和外公的 他们这几年养着我们一大家里 还要供我们姐弟读书 付出的可不止这两万 剩下的四万 有一万是要还债的 剩下的三万 要拿出四千买电脑 爸爸生意要用到 两万六是我用来读大学的 其实读大学两万六还不够 要不奶奶再出点 毕竟我也是杜家出的 第一个大学生 我可听说 奶奶早就放出话来 堂弟妹们要是谁考上大学 奶奶就拿两千 奶奶没想到 她是来要钱的 反而被追着要钱 她求助地看向爸爸 爸爸却早已对她死心 并没有看她 就连最心软的妈妈 也防备地看着她 不给她伤害我们的机会 奶奶走后 外公和小舅舅又把两万块拿出来 说让我留着读大学 我说 小舅舅 你放心 我说了给你养老的 说到做到 如果不是我们一家的到来 小舅的婚事不会吹 说不定 现在小孩都可以打酱油了 如果不是小舅拼命赚钱 我们一家人不一定能齐齐整整活下来 还能读书 小舅舅给了我一个暴力 你小舅舅还没老呢 我告诉他们学校还讲了四万的事 他们又要把两万块给我爸妈 爸爸趁机邀请小舅舅入股 他现在不仅库存卖光了 还接了不少预订的订单 他听我说 以后油费会越来越便宜 到时就会有不少外省来的订单 爸爸准备大干一场 我给小舅舅分析形势 小舅舅果然异动 他现在在外面做工 年龄越大越力不从心 显然跟爸爸更有前途 我把那两万六也给了爸爸 自己只留下了学校 发了四万块 爸爸说要给我算股份 我没与他争 我与他是妇女 并不需要那么计较 大学我学的是英语 理想是做个同生翻译 为了理想 我努力奋斗 大三的时候 我过了英语专业八级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以前待过的翻译工作室 要把总部移到京市 以前的老大 得知我过了英语专八 邀请我来工作室上班 并许诺等我拿到 同生翻译照 会给我股份 我不想错过好机会 于是同学们 还在为工作发愁的时候 我已经签好了合同 之后我也介绍了几个英语好的同学 进工作室 能进京市有名的翻译工作室 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他们很感激我 我跟他们说 加油 越努力越幸运 某天 小舅舅代表公司 来京市参加一个会议 是的 小舅舅和爸爸的良息生意 已经不再是个小作坊 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公司 小舅舅来看我的那天 我们翻译工作室的老大 正好也在 他一眼就看中了小舅舅 老大主动追小舅舅 小舅舅一开始是拒绝的 他觉得自己年纪大 文化也不高 配不上人家 经过老大 切而不舍的努力 他终于升级成为我的小舅妈 小舅舅结婚那年 我如愿拿到同生翻译证 也拿到了小舅妈 许诺过的工作室股份 我成为最年轻的同生翻译 前途一片大好 同一年 二叔还不起钱 进了监狱 奶奶看到二叔被抓的场面 受了刺激 晕倒了 但是二婶忙着跑路 没管他 等到村里人发现时 他已经死透了 至于三叔 他还了钱 家底都空了 他不反省 反而怪二叔 怪爸爸坑他 他天天酗酒 醉生梦生 最后淹死在水深不到 十厘米的水田里 爸爸把良席公司的股份 转让给了小舅舅 他说 想再次开家炸油厂 他还说 等他开了厂 要把以前那些在厂里 好好做事的员工再招回来 我劝他三思 毕竟好几年过去 别的炸油厂都有了新技术 出油率更高 炸出来的油 更受消费者喜欢 爸爸却说没关系 他可以学 他找了一家炸油厂去上班 从工人开始干起 我没有再劝 我相信 爸爸有决心 一定能干成 毕竟 越努力 越幸运 我会想起来 大陡